请俗圣明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训练,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第六届,第六届就是不可杀人,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怎么说,这个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 乃是这个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是神赐给人的,那我们在看神的创造工作当中,发觉到说他创造了人类,然后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魂 或者人的生命,甚至是人跟神这个分不开的关系,都是神所刺疑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些圣经,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这里已经讲了,二十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那好像从第六节开始,就是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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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那这里就谈到说不可杀人,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因为这个人的生命是神所刺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生死,人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神能够让人活,也能够让人死,所以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中, 我们说,我们说甚至是自杀也不行的,因为这个生命是神所刺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杀害人,我们也不可以伤害自己,我们来看这个十路心传,我们看十路心传的十七章, 那十七章的二十五节,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那这个生命气息,那就是life and breath, 那是神所赐给,他是赐给人的,那所以从这一节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生命是源于神,那我们也知道说,神是生命的源头,那所以人有生命的是神给人的一个福气,所以这个生命不可以被杀害,那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去伤害人,杀害别人,那这是, 在生命的源头是,是一件很严重的错误,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42章, 我们念第五节,以赛亚书的42章,那第五节,那创造诸天, 谱章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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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华,那他如此说, 那我会遇到说,他创造了宇宙万物,神创造了宇宙万物,那为什么他要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其实主要,我们在看创世纪或者医生的树, 他创造地,是要让人能够居住在其中,他创造的人,不是一个死人,不会动,不会怎么说,不会, 不会做决定的人,他是一个活人,所以这里说呢,他把气息赐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 他就说这个生命,再次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赐疑的,所以人必须要,我们说要爱护生命,要尊重生命,是这样的。 那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这样想,那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我们说有这种要极端的思想,要杀害人的思想呢? 其实在这个世上,有时候你是看新闻,你会发觉到说,人会变得已经变得没有人性,我们说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无情,那你发觉说,为了一些小事情呢,就要来杀害他人,可能为了只是因为一句话而已啊, 就把对方杀了,这样的事情也,怎么说,也不是少见的,其实是层出不穷的,不断的出现,你发觉到说,怎么会这样呢? 对,竟然人是神创造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表现? 好,那我们也知道说,神是爱啊,那为什么人的行动,跟神的这个性情完全是相反的?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觉得很奇怪 好,那其实这个,谈到人会杀害别人,有这个杀戮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好,除了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性情很凶暴之外,我们说有时候觉得很残忍,好,这个其实跟罪有关系,对,跟罪有关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 我们知道说,亚当犯罪之后,他就被赶出伊甸园嘛,那人离开神之后,就是说跟这个生命隔绝了,而且是跟这个爱的源头隔绝了嘛,那当然,人离开神之后就在这个魔鬼的掌控之下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第四章 我们说 有人类历史以来,这是第一宗的谋杀案 第一宗的谋杀案 而且呢,这个 这个 杀戮的事情,杀害人的事情是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 这个 我们说 亚当的家里头 对,就是这个 该隐杀了亚伯 好,那我们来看 第四章 好,我们第四章,我们来看 看这个 第四章 看这个 第八章 那该隐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 该隐,该隐起来,把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好,那你发觉到说整个事情的这个经过,让我们觉得很杂意啊 为什么会这样 那整个这个描述当中,你发觉到说亚伯并没有得罪他的兄弟 对,那其实,这个问题是该隐跟神之间的一个问题 问题不在于神,问题在于该隐 对,因为该隐了,让罪来胜过他 对,所以那个圣经有这样谈到,那第七节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第七节,这是神跟他说的,跟这个该隐说的 你若行得好,几步蒙越纳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那这里说,这个神跟他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亚伯,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在神的面前所献上的是不蒙神的怨纳 因为他这个人本身不好 我们在看那个约翰义书的时候 他有特别交代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知道了 对,但是在创世纪呢 神其实已经警告他说 罪在你的门前,你要小心 好,那你会说 他一定是没有胜过罪 没有胜过罪 所以让这个罪,我们可以这样说 从他的门前进入到他的居住的地方 最后得胜了这个该隐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这个杀人的动作 好,因为罪的缘故 好,你在看,你在看这件事情 他们兄弟也在谈话 其实,我们这样看的话 这个亚伯应该不知情的 不懂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可能在那时候没有察觉到 他兄弟的这个,这个反常的一种态度 他可能没有察觉到 那人在天间 那突然之下,他就起来打他兄弟 那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那个罪已经在他心里头 已经怎么样 已经发动了 可能让他非常憎恨他的兄弟 为什么?因为他的兄弟的寄物 得蒙神的冤纳 他的呢,被拒绝了 所以他就把他杀了 好,所以从这里到我们知道说 这个罪,人如果没有胜过的话 真的会让我们怎么样 去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甚至是杀害人的事 好,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罪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讲的 那罪就是说 平时生活都是离开神的 没有,怎么说 没有亲近神的 没有神话语在管制的一种生活 当然很容易就被罪来胜过 当人被罪胜过的时候 就没办法控制自己 所以这个 这个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 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怎么讲 要 眼离罪 就是这样 好,我们看第四章 那个创世纪的第四章 其实这个 该隐杀的人之后呢 他的子孙以后都跟他一样的 跟他一样 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节 本章的二十三节 好,我们先看二十三节 然后我们再念二十四节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 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习听我的话语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的 或者我杀壮士,却伤自己 我害幼童却损本身 对,那第二十四节 好,那若撒该隐召报几倍 撒拉麦必召报七十几倍 那当然那个英文的翻译 有一些不太一样 那个二十三节 那就是说,他杀了一个伤害他的人 甚至一个年幼的人 他也把他杀害了 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年少的 年纪有多大 但是我们知道可能是年纪不是很大 就是了 那有时候,我们如果是不成年的 那你把他杀了 那就很奇怪 他可能会惹你生气 有些恶作剧 还是怎么样 这个,你看 这个拉麦就把他杀了 所以你发觉说 人离开神之后 那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就是充满恨 远离这个什么 这个爱的源头 所以就是杀害,一直杀害的 好,那你在看他讲这句话二十四节 他说,若撒该隐召报七倍 撒拉麦必召报七十七倍 好,那你会想说 从这句话你就发觉到说 他那个心 当时的心是非常恶劣的 那他的想法都很偏激的 对不对 那你在二十三节看 都是他在害人,杀人 但是到二十四节的时候 就是说你如果杀我的话 你必召报七十七倍 那你说你比那个 比那个什么 比那个拉麦更多 比那个该隐更严重 本来看起来说 你就发觉到说 人的心已经完全变了 那你从这件事情 就让我们知道说 当时的世代 其实是非常 没有人情味的一个时代 非常凶的 我们也发觉到说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话 在带领的话 我们很容易可能就会 有这种的 很不好的 这些没有 没有亲情 没有人性的一种表现 那所以我们 当我们进入到第六章 创世纪第六章 他这个摩西啊 他是作者 他继续在讲 我们来看第六章 好 第六章 我们来念十一节 然后我们再看十三节 十一节跟十三节 好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的强暴 好 好 我们再看十三节 神就对诺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 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的 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 一并毁灭 好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挪亚的世代 他们很败坏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知道 败坏带来什么 强暴 那我们再看 如果看十二节 神看的时候 他也是看到 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 他行为也败坏了 好 那我们说 这个败坏的行为 你如果从圣经来看 败坏的行为 其实有两方面的 一个就是道德的堕落 没有道德观念 什么事都敢做 道德方面来讲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 不爱惜生命 就是杀害 凶暴的这种行为 残忍的行为 那你今天在看世上 的人就是这样 你如果去注意 当然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那电影对我们不好 其中的理由就是这个 很多都是包装的 包装的这些 不道德的东西 把它包装的 让大家感觉到说 好像很好 但是其实都是败坏 但你在看影片里头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凶残的这种态度 都是杀害的 这是败坏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强暴 就是杀害 所以当时神看的时候就觉得说 没办法了 人已经败坏了 所以要怎么样 再次来清洗这个世界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这个洪水就是一种捷径的一个过程 把这个地球再次捷径 剩下来的就是挪亚和他一家人 这个杀害让我们知道说 有他的主要开始是离开神 然后在最终 再看下去的话就知道说 人的心败坏之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杀害人 我们圣经里头有很多例子 我们如果看 比如说不是不信神的人才会这样 信神的人也会这样 比如说那个扫罗 扫罗他刚开始是很不错的 他是变亚免支派的 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 被选为王帝 那后来你发觉到说 他就要开始来忌妒这个大卫 杀害大卫 我们在这个撒母的记上 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在这个十八章开始 然后一直到二 我们可以说差不多结尾的时候 都让我们知道什么 都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扫罗一直在陷害大卫 他陷害的程度有多多严重 要杀害 你发觉到说他所召集的兵 都是精兵 不是选一两个或者几百个 是选成千的 超过一千的数目次以上的 都把他招来 然后要怎么样 要去杀害大卫 那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人会变得这样 好,我们现在要讲 讲他的理由 他本来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会后来变坏了 变得要去杀害大卫 这个是这样的 他有两次在神的吩咐之下 他都违反神的吩咐 神的诫命他没有去守 那没有守的话 当然最后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些圣经 我们来看这个 扇摩尔记上的十六章 我们看十六章 找不到 那个看一下 十六章的 那个魔鬼的灵来的是哪一节 我们看一下 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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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十四节 我们看一下 十四节 他这里说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 扰乱他 好 因为他 好几次都违反神的诫命 不听 当然神都给他机会 来去改过 但是他不听 那你发现到不听的时候 最后神会怎么样 神灵离开 神的灵离开之后 要说神已经放弃了这个人 原本神的百姓 神的选民是 得蒙神的这个眷顾的 神的保守的 但是后来因为心 变了 心态变了 变恶了 所以神就离开了 恶魔就来了 因为神不再去保护他 所以这里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让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信神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 要顺从神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怎么说 故意的去 去跟神作对 或者说 去违背神的吩咐 我们人是不能够 跟神来敌对的 因为神的旨意是绝对的 我们人呢 可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就这样而已 我们不可以跟神 跟我们说 顶撞神 你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你做这些不公平的事 对不对 不可以的 好 那扫罗 最少 有两次 得罪神 离开神 离开神的 不遵守神的诫命 说最后魔鬼来 魔鬼来之后 你就发现到说 他失常了 有时候好像很正常 有时候又 疯疯癫癫的 所以那个大魏要给他弹琴 把那个 让他心能够平静 有时候借着那个 这个圣月 把那个鬼也赶出去 所以你发觉到说 这个扫罗要杀害大魏 不顾光光是他的一种 一种恨 或者想真的是把大魏解决掉 更重要的是什么 有恶者在工作 这个该隐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 第三章 他有谈到魔鬼 其实 他是属于魔鬼的 来说 叶翰长老讲得很清楚 说我们信主的人 那我们如果要除去这种恨 对于人不满 要有一种 要攻击的一种心态在里头 那这其实已经给魔鬼留下第一步了 这是绝对不对的 那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 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 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或者说 在守道的事情上 我们已经偏离了 那所以要怎么样 要快快 赶快的回到这个 原有的基础上 就是要跟神来和好 那这样我们的心 才不会走偏 才不会说要去怎么样 要去杀害人 或者是怎么样 那样的 好 这里呢 其实 告诉我们说 以后扫罗的这个动作 第一 我们当然是现在好像在看历史 我们在看回去 就觉得说 他真的是 是怎么说 他真的很不理智 他真的是 害了很多人 而且呢 还有什么样 还有浪费的 我们说浪费的国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钱财 他没有用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士兵来去保护国家 反而是用这些 所谓的这些精兵来去 去寻说这个 这个大卫要把他来杀害 所以他是 其实 从圣经来看 之后的日子 是受魔鬼控制的 是受魔鬼控制 那 有时候 这个情形是这样 有时候是疯疯癫癫 有时候又正常 好像魔鬼 有时候又静下来 然后有时候又 又有什么动作的 好 所以 重点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守神的诫命上 或者是在遵守神的道理上 要特别下功夫 那这样神才不会离开我们 那 我们才不会被魔鬼来什么 捞乱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看到的 为什么会有杀害的事情 就是这样 那在新约里头呢 那当然 同样的 这个 那主耶稣也有提到 那主耶稣 一直在强调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在他的工作当中 尤其是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强调说要爱人如己 那爱人如己 其实是摩西利法的其中的一个重点 很重要的一点 那你如果看那个历位记 历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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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看十九章 我们看十九章 我们念十八节 那其实这个摩西的教导 这个人的这个神的子民 如果没有服从神的这种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好 那个摩西家说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稣 那其实我们如果怎么样 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想伤害别人 或者是怎么样 首先 不要有记仇的心 不要报仇 那第二 不要埋怨 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们受亏损了 或者我们受到伤害 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要怎么样 反击啊 你伤害我 我没得罪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那我一定会反击 那这是人之常情啊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 要爱人如己 他就说 你不要 不要怎么样 不要去 去怀恨啊 就是要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有神的爱在心中 我们就能够胜过自己的情绪 也不会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来控制我们 比如说这种 这种 这种 怀恨啊 或者这种 埋怨啊 来 来胜过 不会 因为我们有爱 好 所以其实耶稣在一世的时候 他所强调的一个重点 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爱人如己 那你如果爱人如己的话 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我们常说啊 我们今天 我们怎么样 我今天没有杀人啊 我没有杀人 对啊 没有杀人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在新月里头 神的标准是更高的 我们在看那个耶利米苏 三世一章的时候 他谈到两个月嘛 一个是摩西时代的那一个月 那还有呢 现在的这个新月 摩西的时代那一个月 是神圈着我们的手来走的 他把那个诫命写在石板上 让当时的百姓能够看见 在摩西宣讲的时候 他们能够聆听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不一样 神是要把这个诫命写在我们的新板上 对 所以你发觉到说 从遵守的程度来看是更高的 我们是要打从心里来去遵守 不是 我们一般上是这样哦 你如果到心中没有道理的人 一般上只是外在一种的限制 好 我 我不杀你 因为我知道说我杀了你的话 我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我不杀你 我忍耐 可能我会说我早去 我等机会 有机会再来报仇 那只是一种外在的控制 但是你知道说 人的情绪是没有办法 从外来 从外面来控制的 绝对没办法 那所以神才说要从内心 做出一个很大的更新跟改变 把我们的实心拿去 让我们有一个肉心 所以神知道说 人要胜过自己 一定要内心改变 所以神才才派圣灵 来让我们的心改变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书 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的第五章 好 我们念二十一节 五章的二十一节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好 二十二 可是我告诉你们 凡有骨圈在凡自下家 无缘无故地向弟兄动怒地 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公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义的复活 好 那这个告诉我们说 我们说不可以杀人 但是神说怎么样 你连恨也不可以 你不可以心里咒骂人 对 有时候我们虽然不做生 但是我们有时候心里会咒诅人 但是在这个神的标准 从神的标准来看 这是得罪神的事情 那严格来说 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二十二节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咒骂弟兄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了 你虽然没有说什么 只是心里讲 但是这也是一种罪 那你骂弟兄傻瓜 笨蛋 这圣经说 难免地义的火 那这其实圣经跟我们讲什么 那现在要教导我们说 就是说我们连一点的恨也不可以有 对 因为这个会成为 你会发觉到说 如果有恨在心 或者对人有很不满的一个心态的话 这个东西如果不除掉的话 以后会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会让我们成为我们离开神的一个理由 因为这些东西没有除去 所以你从心悦圣经来看 你连骂也不可以 心里骂也不可以 不单只说我们不能够把它讲出来 甚至心里在咒骂一个人也不行 绝对不行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 是要让我们慢慢追求 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 就是完全能够脱离恨 好 那我们知道说 既然这个恨是神所不喜悦的 而且也是神所争悟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要怎么避免说不要去恨 不要去恨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翰义书 我们来看约翰义书的第二章 我们请看义义书的第二章 好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先来看第八节 那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造药 好我们知道说 这个新的诫命 从那个约翰福音书来看 就是要彼此相爱 要爱人如己 好 那为什么这里说是一条新的命令呢 对 那这个新的 你如果从圣经来看 那就是属神的 或者说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所以叫新 或者说因为我们现在是 比如说在耶稣里头 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那这条新命令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要以耶稣的方法来去遵守的 那我们知道在新月里头 这个遵守的方法就是要从心里 那还有一点 要去遵守的话 我们这个人先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内心的这些黑暗要过去 先要除掉 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真正的接纳神的这个吩咐 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九节 现在来看第九节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还是在黑暗里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恨就让我们离开神 我们信主之后是猝死入生的 本来是死的 现在从死里走出来的 进入到神的这生命当中 那如果我们不谨慎 我们因为某些事情 或者被人伤害的 被人陷害的 被人攻击的 我们受不了 我们让我们的情绪来胜过我们 而从心中发出这个恨的时候 我们又从什么 从生命进入到死亡当中 因为恨跟爱是刚好是两个极点 是两大极点 我们本来是从这个黑暗 进入到光明 就好像从恨 进入到神的这个爱当中 爱就 我们说神是爱 就是说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 所做的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好处 是这样的 那反过来说魔鬼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跟神的这个 这个诫命 这个教导是相违背的 那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如果今天还恨的话 我们还在黑暗里 那你在黑暗里 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把这件事情看得比较 不重要 认为这是心里头的事 没有行动上 没有什么动作 那不要紧 那其实是很错的 对 因为我们说我们跟从神 敬拜神应该从心里开始 我们敬拜神是要以 什么 心灵跟诚实来拜神 对 好 那如果我们有恨的话 我们要怎么拜 第一 我们没有顺服圣灵 第二 我们没有在真理当中 没办法敬拜的 对 好 所以这个恨 其实 是一个 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你发现到说 他在教会里头也会有啊 那你在家庭里头也会有啊 我们 都会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 把它当着不是很严重的一种过犯 其实从圣经来看是非常严重的 还在黑暗里啊 你在黑暗里就是不得救啊 严格来说 就是不得救 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第十节 那爱弟兄的 就是住在光明中 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忧 好 那你在光明中行 一个健康 一个正常的人 你走在光明当中一定不会跌倒啊 那就是说有爱的话 在灵里头不会跌倒 因为你有爱 就是你是属神的 你是亲近神的 有神在帮助你的 那当然就不会跌倒 那你发现到说 有恨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看十一节 我们看十一节 那唯独恨弟兄的 是在黑暗里 却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 眼睛瞎了 瞎眼了 那我们常说 如果我们在一个 黑漆漆的地方 这样行走的话 我们对那个地方 也不是很清楚 那会怎么样 一定会被半叠嘛 对不对 跌倒的机会很大 所以其实圣经在教导我们 我们有时候 会设计方向 我们不懂要怎么去做 有时候我们被人伤害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胜过这个情绪的话 会怎么样 那我们就整个人 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 没有办法 没办法说 很平静的 很正常的 来去做我们生活上 所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里 其实这个恨 是一个很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在家庭里头 你发觉到 因为有恨 大家都不能够说话 没办法说 对不对 也就算是 是有说话的 有沟通的 也不是真正的沟通 因为有恨 因为有恨 在当中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就没办法 真的去跟对方 来好好的来 来谈 在教会里头 也是一样 在教会里头 你发觉到说 如果没有爱的话 会怎么样 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绝对做不了的 好 那所以 我们如果要爱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一定要守住真理 好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 的第一章 好 我们来念二十二节 好 一章的二十二节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至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 从心里有骨圈 是从清洁的心 彼此确实相爱 好 好 那这里 告诉我们这个相爱 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要怎么样 要靠着 顺从真理 那你 如果靠着真理的话 就绝对是没有办法的 那 那 那个 那个 你如果看那个 英文 他说 顺从真理 借着圣灵 他有这样说的 那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你洁净了自己的心 那这个洁净的过程 因为我们愿意去做圣灵 就会帮助 帮助我们 那 让我们真正的 爱弟兄没有虚假 其实我们 在家里头 我们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自己的家人 真的是 我们 如果想一想 我们在 人生在世很短暂 如果在 还活着的时候 都不能够 爱自己的家人 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那你后来就说 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家里的这些 这些仇恨 不能够解决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我们在教会扶持神 更是如此 我们说神是爱 我们应该在工作中 把神的爱彰显出来 但是 我们所 带到这个服侍的工作当中 就是恨的话 那就很可悲了 就是埋怨 就是嫉妒 纷争等等 那你发觉到说 这样的服侍 对我们没有造就 而且神也不会接纳的 绝对不会接纳 所以我们要 真的要从心里 来去顺从真理 要胜过吗 一定要看圣经怎么说 我们要靠神来胜过 这样才没有恨 不然如果有恨的话 就等于杀人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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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们常常 常常 怀恨的话 那怎么说 那就是 我们常常都犯了 这第六戒 那只是说 我们没有真正的 把那个人杀了 那即使在心里头 我们已经犯了这个 我们的证明 好 所以我们要靠着真理 真理 当然我们这一边 要下决心 要下决心 要洁净自己的心 要靠圣灵 好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去靠圣灵 我们还要不断的祷告 好 我们来念这个 罗马书的第五章 好,来看罗马书的第五章 我们来念这个第五节 五章五节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 那这其实这一节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人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神因为爱我们 所以祂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 好,现在圣灵在我们里头了 那我们要让这个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 那当然就是要 怎么说 要不断的祷告 不断的做灵修 那我们慢慢就会把这个恨除去 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 甚至在主里的家庭 你发觉家里的成员 可以不讲话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你真的不讲话 几十年都不问候 你怎么说 你如果是兄弟姐妹 自己的亲兄弟姐妹 见到也会打招呼 也会怎么样 那你也会在教会里头 因为某些事情 或者在家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记得亲兄弟姐妹 也不过问 也不管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觉得说这很可悲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没有神 还在当中 所以我们要祷告神 那你祷告的话 一定要 我们祷告的话 一下子为心 而且不断的灵修 就是说 我们要靠着 多查考神的话 来改变自己的心态 要知道说神的话 是对的 我们照着去做 我们一定会得到 一处 我们这样去想 好 那所以这个 要胜过这个恨 一定要有爱 要爱就要 求神把 他的爱 借着圣灵 浇灌在我们心里头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 讲这个最后一点 那我们发言到说 如果不饶恕的话 我们不要以为说 就没事 绝对不会没事的 对 那其实 有时候我们得罪人 我们 我们攻击得罪人 我们认为没事的 绝对不会没事的 因为神 是一个公义的神 他绝对不会以一个 有过错的人 把他当成是我们没有过错 除非这个人 会敢成罪 对 好 那所以 耶稣才说 你如果要献什么 祭物的话 你如果想起 你有得罪别人 或者别人 对你怀疑的话 你祭物先要放下 先去跟他和好 再来献祭物 那这代表什么 一个不好的关系 跟人有不好的关系 要来服侍神 要来献祭物给神 那是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神绝对不会今天拿 神一定说你拿回去吧 对不对 所以圣经才说 你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再回来献祭啊 所以神 神是很在乎这些事情的 但是我们人 就把它当成说 不是很重要 无所谓 把它放一边 这不可能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那个 那个 我们说圣经谈到 老树人 对 老树人 那我们想说 这个主导文里头 我们来看这个 马太福音书 好 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的 第六章 十二节 六章的十二节 这个说免我们的债 就是说 其实 免我们的债就是求神 恼恕我们的 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版就是这样的 忘记我们的这个债 因为我们归欠神很多 那十二节他下半句怎么说呢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要神来饶恕我们 我们也一定要饶恕人 我们今天恨人的话 神也不会饶恕我们 因为我们归欠神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做一些对不起神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神来饶恕的话 一定要先饶恕别人 或者我们有愿意要来饶恕别人的心 好 这样呢 我们就不会在心里头犯了这个杀人的罪 其实恨人就是杀人 只是我们没有真的把这个人 把他肉身的生命剁去而已 但是很多时候心中已经犯了杀人罪 所以我们要祈求神来帮助 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守住神的诫密 好 那我们现在也看一看 弟兄姐妹有谁要来讲一讲 来补充一下 那有没有 传道 好 听说 听了很多这个 关于饶恕 我之前就有听一个咱们劝勉我们说 他说 饶恕人的话 就是人得距离的话 那海水冲来的时候 要把它刻在那个沙图上面 刻在沙图上面 当那个海水过来的时候 一冲 那个沙图就变没有了 他就是说 把我们的那个恨人家 人家对得距离的话 把它刻在那个沙图 沙的上面 就是海水一来就冲没了 他说对人家的 对你的恩 我们又刻在那个磐石上面 那海水冲来的时候 那个恩 一直就是说 那个刻在上面 是越来越清晰 就是又数算 好 这是我所说的一点补充 谢谢 那都是要教导我们说 我们是要 尽力 而且要神来帮助 让我们能够 心里不要有恨 这个不容易 但是 你其实 我们其实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我们会 心里非常的平静安稳 而且非常喜乐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就是要靠神 要决心守真理 靠着圣灵接近我们的心 那第二要在圣灵里头祷告 求神把这个什么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 那第三 我们要认识到说 我们要神来饶恕我们 我们首先也要有这样的心 来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心里头 犯上这个杀人的罪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下桌 充满 如果是否 我们下桌 tin 好 我们下桌